鸡蛋中加入可乐 没想到卤出的鸡蛋这么好吃 不加一滴水又韧又香 煮熟的鸡蛋剥掉外皮 这样滑了几刀更入味 加没过鸡蛋的可乐 加一勺盐 一勺红烧酱油 再加点香料调味 盖盖小火卤半小时 卤到收汁即可 比排骨还要好吃 赶快试试吧 不爱吃咸蛋黄青团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奶香子米香 鸡鸡鸡的做法也很简单 提前一碗浸泡紫糯米 第二天像蒸饭一样把它蒸熟 也可以用白糯米加紫米来做 加上炼乳和白糖 增加奶香味和甜味 用铲子这样揣 把糯性揣出来 皮的部分用现成的青团玉拌粉 它有蒸和免蒸两个版本 记得别买错 一袋粉加250克开水快速搅拌 放案板上揉匀揉透 这个皮就可以直接用了 下成50克一个的剂子 整理成小碗多添点馅 像包包子一样给它包起来 团团圆就是一个大个儿青团了 不用蒸 诺基基 奶香浓郁 特别好吃 外面卖5块一个的奶酪棒 教你自己在家做 奶香浓郁 超好吃 首先准备两个吉利丁片 在冰水中泡软 我家孩子常喝的是这个 任养一头牛的 A2β烙蛋白纯牛奶 高盖高蛋白 而且更易消化 锅中放入一瓶纯牛奶 加入5个芝士片 一勺炼乳 加热搅拌至芝士片融化 关火加入吉利丁片 放凉以后会变得微微浓稠 把它灌入模具中 冷藏4个小时即可脱模 没有模具的可以直接放入小碗 冷藏以后切块就可以了 QQ弹弹的奶味特别浓 有娃的快试试吧